王帝召见军机大臣 江南共八旗将其人贬入各籍之中 八旗中的最高长官是旗主 在清朝前期 旗主拥有很大的权柄 可以跟皇帝共同商议和决策国政大事 旗人对自己所在旗的旗主 必须绝对服从 比如清出玉亲王多多 是香白旗旗主 清廷第一文臣范文成 正好在他的旗下 多多利用自己旗主身份 强行占有了范文成年轻美貌的妻子 按清朝对旗主的规定 多多此举虽然荒唐 却并不违法 后来经过几代皇帝对旗主权利的分化 从清朝中继开始 旗主已远不如过去奉光 但对本旗的旗人 还是有很大的权利 清朝道光年间 密布尚书 军机大臣松云深受皇帝器重 国家大小事宜 道光帝总是要找他商议 但有一段时间 松云却连续好 几天都请假 一日 道光帝召见军机大臣 结果松云又不在 道光帝问道 松云为什么又没来 旁边一位军机大臣回复道 他最近一段时间都没空 郑兰旗松云的旗即为 专栏其其主家在办白事 松云照例应当前往伏丧 道光帝听完心里自然有点不痛快 于是说道 你过去看看 如果没什么要解释 就让他尽早回来上办 这位军机大臣得到皇命后 立即前往正兰齐齐主家找松云,结果看到松云穿着一身校服,哭丧着脸,坐在齐主家大门口敲鼓,丧礼仪式之一。 军机大臣对松云传达了皇帝的旨意便回去了,第二天,他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了皇帝,道光帝听后大怒,认为该齐主为了自己丧事办的风光,有意侮辱朝廷重臣。 不过,按照清朝组治,齐主对齐下成员确实拥有这种权利,因此也不好则罚该齐主。 于是,道光帝下旨,将松云抬旗进入上三旗正皇旗,香皇旗,正白旗,此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 没有齐主,松云终于可以免除,继续在远齐主家扶桑敲鼓的尴尬了。 到了清朝后期,八旗齐主的权力进一步下降,对自己齐下的成员也不再拥有什么控制力了。 齐主在更多意义上,只是代表一种荣誉称号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